赵丽颖和冯绍峰在起时 各大媒体纷纷恭喜丑小鸭赵丽颖 成功挤走妮妮、林允加入豪门 因为冯绍峰是混不好就继承家产的最好例子 他父亲从事纺织业 其家族产业遍布全球 身家早已过熟十亿 而冯绍峰除道近二十年 也算是身家不菲 其名下有八家公司 五家担任企业法任 冯绍峰同时还是乐视影业 和东洋浩瀚等七家企业的股东 不过赵丽颖背后的财富丝毫不逊色于冯绍峰 2015年花千股火爆全网时 赵丽颖没有挥霍手中财富 而是又加紧脚步 乘着大红大紫的势头 出资了142万买下东家海润营业 1.77%的股权的股份 而从2015年至2018年期间 他始终敬业保持着每年四到六不齐的节奏 按照赵丽颖一线的身价 每期就有70万的片酬 所以光个人片酬 赵丽颖每年就有1500万的收入 这还不包括他身价上涨 片酬翻倍的情况 除了到手的片酬外 赵丽颖先后投资入股了海润影业 稻草雄影业 而在他持股1%的稻草雄影业上市后 股价暴涨75% 他入股的10万元则直接变成了4500万元 之后他不满足于影视业 接着就转投了科技产业 以1080万元入股的暴风科技 并且看准了小视频行业 出任以下科技的副总裁 而那是以下科技完成一轮融资 市场价值合计约为5亿美元 赵丽颖这一任职的收入显然不可小觑 而2017年赵丽颖以1.9亿元的身价 荣登福布斯中国榜第四名 同年主演的楚桥传 不仅拿到了4500万的片酬 还拿到了整部作品的利润分成 只有纵观赵丽颖背后的商业帝国的人 才知道他和冯绍峰的结合 堪比两家上市公司的合并 而一般女星结婚都会回归家庭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商业价值贬值 但赵丽颖恰好相反 一部知否知否应该是绿肥红瘦 干脆利落地斩获了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而且高调加入李冰冰李雪的和宋传媒 同年据中国娱乐营销白皮书数据显示 正在坐月子的赵丽颖 商业价值竟然在一圈大花小花中 竟排名第七 宁静问赵丽颖为什么不争孩子的不养群 而赵丽颖则谈谈说出理由 前夫的经济条件比自己好 但赵丽颖作为娱乐圈的批命三娘 日常开着百万的豪车出街 住八千万的豪宅享受生活 逢年过节就给员工送出首饰 以及几十万的红包 就连一些媒体也会收到赵丽颖送出的值钱礼物 除此之外 网友爆出银宝送员工豪车一事 赵老板送出的车竟然是丰田AlphaMPV车型 裸车就要八十多万 落地必定破百万 这豪气真的是冲云天 在走红之后的全年长期待剧组里 每年都要产出多部影视作品 综艺上也经常可以见到她的身影 偶尔休息时间就要代言商务站台 但尽管赵丽颖凭借自己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头部明星的地位 其经济实力在外界看来已经很不错了 吃穿用度 结实名牌奢侈品 但对于父母经商的冯绍峰来说 还是相情见处 冯绍峰的父亲从事纺织业 家族产业遍布全球 家里穷到只剩钱和资源 冯绍峰是货真价实的富二代 于是赵丽颖只能对孩子的抚养权放手 不过她自从离婚后 却越来越拼的情况 在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 赵丽颖上榜并且拿下第七名的成绩 她的身价已经达到了四个亿 名下还有一栋上亿豪宅 这处别墅区建成较早 目前只有二手房在售 价格都在一元左右 别墅的均价是二十多万亿平米 而邻居是纳英王凯 可是明星有了钱之后 买豪车名包名表 可是赵丽颖生活却异常低调 还悄悄的给老家捐修了一条路 她才是该为赵丽颖和冯绍峰 离婚负责的人 2021年4月23日 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离婚 而他们离婚的原因和很多明星夫妻一样聚少离多 但此前从未有过两人感情不合的消息传出 网友十分不解 眼看赵丽颖结婚生子步入婚姻殿堂 可两人却突如其来的闪离 不过随后南方却解释了背后的原因 冯绍峰却在综艺节目上自爆了 据说有一次 他在外面碰到不愉快的事 回去就抱头大哭 但赵丽颖静静的看着冯绍峰哭 等他哭完了 赵丽颖平静的说 你看看孩子吧 这让一向有优越感的冯绍峰很是失落 甚至问过赵丽颖 你真的想跟我结婚呢 真的喜欢我呢 还是为了要谈恋爱 赵丽颖没有回答 因为他真的没有 冯绍峰富二代 丰富脆弱的情感 不过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赵丽颖被伤害怕了 当年陈晓 赵丽颖这一对金童玉女可谓是轰动全国 而双方在多个场合也默认过 虽然因为路贞传奇合作结实 戏里戏外的互动都很亲密 陈晓也多次公开表示 对赵丽颖有好感 如果说之前的互动是为了宣传影业的话 那宫索陈湘 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 陈晓和周冬宇才是官派 但在红毯上 陈晓却全程紧握着赵丽颖的手 不料谁曾想半路杀出个陈颜希 草草结束了两年的恋情 不说中间的是是非非 但陈晓在婚后 被问及当年和赵丽颖的恋情 是炒作还是真有其事 陈晓冷酷的回答 炒作 本来赵丽颖农民出身一直有危机感 陈晓的举动雪上加霜 从此赵丽颖习惯了掌握自己的人生 所有的情绪自己消化 于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冯绍峰的多愁善感 两个出身完全不同的人 就这样在婚后渐行渐远 好在没有冯绍峰 他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超强的吸金能力 加上几乎零绯闻的体质 让赵丽颖成为了各大品牌眼里的香饱饱 单纯这些商务代言 即使无法长期拍戏 还能每年有2000多万的纯收入